刚过去的周末,美国很不平静,因为美国的佛罗里达州29号在庆祝万圣节的期间爆发了枪击案,造成至少两个人死亡,18人受伤 这是发生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酒吧一条街上的场景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有多人受伤倒地,不少警员和民众在捧照顾,现场一片混乱 当地时间29号凌晨3点左右,坦帕市东部第七大道突然传出多声枪响 当时有数百人在街道两旁的酒吧和夜店庆祝万圣节,在场民众瞬间慌忙逃窜 坦帕市警方表示,枪击案是由两个团伙发生冲突导致,其中应该至少有两名枪手 目前已有一名嫌疑人向警方自首 佐治亚州立大学亚特兰大校区29号也发生枪击案,包括两名学生在内的四人在学校附近遭到枪击 其中三人情况稳定,另一人伤势严重,性命危待 目前警方并未透露有关嫌疑人的任何信息 大学官方发表声明承诺未来将与警方合作,确保校园周边地区的安全 另外,根据美国有线新闻网报道 芝加哥西部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和德克萨斯州特克萨卡纳市周末均发生大型枪击事件 导致至少四人丧生,另有数十人受伤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